台東跨年晚會來到了是 幕後藝人休息區 正要準備上台 已經畫得美美的 我們要來看看是誰喔 我們要來看到 我們在休息區的是我們的Karen Sissy 哈囉 超級美的 Karen要不要講一下 下午的時候就聽到 你在台東這邊彩排了 你覺得心情還有 在台東準備的狀況如何 很開心 因為這次其實是第一次 來到台東跨年 然後這一次呢 也帶來了兩首新歌 首次的表演 所以就是很期待 看到大家的反應 然後帶了我的辣妹Danser們 就是期待可以跟大家 有個很美好的夜晚 而且看到在下午的時候 感覺你們也都沒有在怕天氣 就是短袖上陣 然後妹妹們也穿得很少這樣子 沒錯 其實台東比我想像中的 溫暖 對 溫暖 對對對 所以還滿舒服的 只是風很大 有沒有想過 會不會影響自己的 在演唱的部分 還OK 因為風很大 所以我就把頭髮 就梳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就不會怕 頭髮被吹到臉上還是什麼的 但台東的粉絲非常的熱情 然後他們在彩排的時候 你在裡面的時候 他們就在外面就是尖叫 就說等一下要來看Karen這樣 然後等一下進去 所以有沒有預計要跟粉絲 有什麼互動呢 有 這次我們其實有準備 我的專輯的海報 對 所以我們會在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就是給大家送海報 所以感覺就是大家一定要 把握這個機會 沒錯 那已經來到台東了 Karen有打算去哪裡走走 或者說這兩天 其實已經有走到哪裡去了嗎 其實這一次 因為時間太短了 所以沒機會到處走走 但是下次如果可以再來的話 我希望可以去海邊 因為我們就在海邊表演 所以其實有機會的話 其實滿想要去玩一玩的 感覺台東就是個衝浪的好地方 沒錯 Karen有沒有講一下 就是真的是倒數身後 就是2023年了 自己的新的願望是什麼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樣的企劃 希望明年可以開演唱會 然後出新的專輯 然後接下來其實有很多合作的歌曲 還有各式的東西 都會慢慢的釋出 所以大家可以多關注我的社交媒體 都可以看得到 好啊 那最後我們要請我們的Karen 跟大家先說聲新年快樂囉 有沒有什麼話 對觀眾朋友說的 希望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身體健康 每天開心快樂 然後過年都可以跟家人陪伴 一起度過 好像是很幸福的時刻 以上就是我們在台東的末後直擊